練氣功還有平甩功 我們也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它都會加強腹交感神經 它是讓身體進入到一個修復模式 讓身體進入到一個自我療癒的模式 把外面的能量吸收進來 合成自己的身體的細胞組織 進行細胞修復 其實我們身體是非常奇妙而且非常複雜的 我們每天要應付太多的事情 白天要應付工作 工作完之後身體總會有些損傷 所以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時候修補那些損傷 以自立神經的觀點來講 我們在工作在應付壓力就是交感神經 它就是掌管應付壓力掌管戰鬥的神經 另外一個叫附交感神經就是掌管自我修復 掌管自我療癒的神經系統 通常我們身體本來就有這樣的正常的律動 白天就是交感神經去工作 晚上附交感神經讓你自我修復 本來就有 第一個我們這個自我律動本來就要 自己要把它維持得好 不要日夜顛倒不要操勞過度 這是基本款 另外呢像練氣功還有平甩功 這個呢我們也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它都會加強附交感神經 它是讓身體進入到一個修復模式 讓身體進入到一個自我療癒的模式 好那交感神經所掌管的呢是把身體的組織把它分解掉 換成能量然後來應付外界的壓力 所以呢就有點像燃燒自己 照對付壓力 這就是交感神經在做的事情 反過來 對付交感的相反 它是把外面的能量吸收進來 合成身體的成分 這個我們會叫養精蓄銳 把外面的能量吸收進來 合成自己的細胞組織 這個是附交感在做的 然後交感神經這種燃燒自己 換成能量 這叫做液化作用 液化作用 然後附交感呢把能量吸收 合成你身體的組織 叫同化作用 一個液化一個同化 液化作用跟同化作用 兩個加起來就叫代謝作用 所以我們所說的代謝作用 就是剛剛講的那一切 所以其實這個自立神經 本來就在掌管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練氣功 我們做平甩功 我們看到的附交感神經的一些變化 就是可以連結到這些能量的這些變化 就是呢 讓身體進入所謂的同化作用 就是把外面的能量吸收進來 合成自己的身體的細胞組織 進行細胞修復 因為附交感神經 本來就是在身體 掌管自我療癒 掌管修復的神經系統 所以這個證據已經存在 當然詳細的基準 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光這個證據 就可以讓大家來進行一些 應用跟推廣 像練練拼甩功 身體腦波就安定 阿法波 身體治癒神經也會安定 進入腹交感 這個就是表示說 你全身進入到修復的模式 開始進行自我療癒的這個工作 我是覺得這個是還蠻值得讓大家去了解 讓大家來應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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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